损人绝对不利己 利人才真利己 要发愿度众生 自己一定要能给众生做榜样 做模范 那就是德行 众生为什么受苦 因为烦恼不断 简思烦恼天天在增长 天天在扩大 这个事情果报就不可思议 所以佛菩萨要做一个好样子 断烦恼 世间人犯了错误 不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 增长贪天之慢 不择手段做一些损人利己知识 不知道因果的定律 世间人常讲损人利己 其实这个话是错的 依旧不了解事实真相 明了事实真相 我们知道损人决定不利己 没有这个道理 只有利人才会利己 这才是一定的道理 损人哪能够利己 可是他们迷惑颠倒 以为自己的利益 一定是建立在别人损失我们旧的利益 这是妄想 这是造极众的罪业 所以了凡思许我们要推广 让这些人多念念 然后才晓得每一个众生一生饮饮一琢 莫非前定 你用不正当手段夺得来的 依旧是你命中所有的 你命中没有 你试试看 你去抢人家 看看你能不能抢得到 你命里头没有 你还没有动手 已经被警察抓去了 换句话说 你能够偷得到 你能够抢得到 你能够霸占得到 统统是命中所有 不用这些手段也能得到 那你何苦 所以明白人常讲君子乐得做君子 小人冤枉做小人 这个话就是说 你一生的福报是你前世修的 你命里头有这个福报 任何力量挡不住 你决定会得到 你决定丢不掉 何必用这些不正当的手段 错了